每日来到主的面前 共同经历神的恩典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迟钝的学生 参考经文 使徒行传一章六节 主啊 你复兴以色列国 就在这时候吗 有些人学习开车 很快就能搞定 有些人学了多年 仍然不能上手 有些学生轻而易举 就能掌握数学的诀窍 有些学生 则要花很多时间 考验班上 那些学得快的同学的耐性 钢琴学生当中 有一些只上几个乐课 就能弹奏出美妙的音乐 但是有一些 则需要不断地摸索 挣扎 最后还弹得一团奏 最初蒙耶稣选招的学生 第一批门徒 是一群迟钝的学生 耶稣已经教导了 他们三年之久 他在世上的工作 都快要结束了 这些学生 仍然不明白 耶稣是谁 今天的经文显示 耶稣虽然不断地教导他们 甚至到了他受死复活之后 门徒却还仍然以为 耶稣来到世上 只是想借着以色列民建立地上的国度而已 一直等到五旬节 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 才看见耶稣事工的整幅图画 那就是救赎世上万民 在万国万邦中建立神的国度 门徒的迟钝 让我这个迟钝的学生 暗自庆幸 原来我不是唯一迟钝的一个 从前神使用迟钝的学生 并且切而不舍地装备他们 今天他也同样会使用 像我一样迟钝的人 这让我如释中负 亲爱的朋友 或许你也和我一样 觉得自己迟钝 但是今天 就让我们踏出第一步 去学习和成长 不枉费神对我们的忍耐 你准备好了吗 我们一起祷告 神啊 你对我的百般忍耐 我为此感谢 求你保守我的心 清静你 又训练我 迟钝的心思 更加灵活 以至于在思想 形式上 都能按你的心意而行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